大家好,我是Philip 相信記憶卡 無論是大家用相機、視頻或電影機 相信大家都離不開記憶卡 但今天跟大家說記憶卡的另一種相關產品 就是毒卡器 開始影片之前的Like和Subscribe頻道 有什麼意見? 下面留言給我一起聊聊 對於我、產品或想我試什麼 下面可以一起聊聊 戰勝YouTube的演算法 記得在下面留言、Like、Subscribe和Subscribe 我們先說回今天的主題 毒卡器 但在毒卡器之前 如果大家未看過我講記憶卡的影片 記得看這些 講SD卡、CF Express Type-B 大家有興趣可以參考一下 未認識的記憶卡的話 也可以去重溫一下 看過,如果有壞東西都可以重溫 大家說話給騙人士看看 先說毒卡器 其實我自己 其實計算我公司 或計算我自己的家 我想都二十多三十個毒卡器都有 老實說 二十多三十個都不是全部最新的 可能有些是很舊的 可能是讀一些真的很舊的記憶卡 例如大家如果有差不多的資歷 即是不要講年紀 只要講資歷 可能都會記得XD卡、CF卡、Smart Media 即是這些 舊舊到瘋了 這些Smart Media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 即是認識或有回憶的話 記得一起留言 這些讀卡器 其實現在又不是找不到 但又是比較難找的 通常我就會 其實很像以前的 很多年前我已經開始做東西的時候 我已經買好一些新的毒卡器 即是放在一個舱上 即是放在公司補存 到時真的有些舊機需要讀卡器的時候 都可以用 很舊的毒卡器我都有 亦有些新一些 例如之前是Wise 或者其他品牌 我甚麼品牌都有 即是Prograde、Sony、Transense、ExerSense 每個品牌都會有讀卡器 為甚麼呢 大家都看過 即是之前可能另一條影片 有一個萬能讀卡器 其實現在有很多種卡 有很多不同的標準 其實我們怎樣去找 讀卡器的呢 即是我自己 其實會找一些 當然是先讀到自己的卡 但其實另一件事 就是它究竟兼容到甚麼卡 亦都是究竟我的讀卡是用來做甚麼的 為甚麼呢 有時可能大家有時自己出去玩 出去拍攝 可能是過資料就去睡覺了 無所謂的 過好多人都無所謂的 但有時我們做事 背後的東西 有講要求就是背後的速度 有時我們不是幾十GB 可能是以TV計算的資料 有時我們要同時用幾個讀卡器 四五個讀卡器一起讀 也有這樣的機會 其實只是我家都已經很像 好像是六七個高速的讀卡器 有機會同時用完的 我還有一個Sandisk Professional Funderbolt 3的Dock 然後它可以插四隻Sandisk Professional的讀卡器 然後它再加兩個Type-C 可以再插兩個讀卡器 然後我其他部份再插也有這樣的機會 因為有時大量的讀取儲存 我們最重要是 抄得快 穩定 所以我都想了很久 究竟這條影片要怎樣拍攝呢 即是只是吹水 還是怎樣呢 現在我們說了這麼久 都還在講讀卡器 但我覺得 如果我出了一條大亂的影片 大家可能看完 這個牌子很厲害 那個牌子很厲害 就好像只看又不容易 不如和大家聊聊天 然後講一下我現在手上 最新的一些讀卡器 還有一些資訊 讓大家去看看 有沒有需要買新的 還是自己正在用的那隻 怎樣才夠 好像是好玩些 其實今天我叫做 就是 其實我想說 如果大家有留意 讀卡器或者記憶卡 資訊 會知道 其實現在的卡 開始去到 4.0 對 先看看 先看看 遮到 SDAXX的 4.0 其實 你說 是不是需要一定更換卡 其實很多時候 廠商 或者測試 都未去到 真的 用到那麼盡 4.0 但是 4.0 是一個未來的標準 可能大家用卡 都未需要到 4.0 就算我自己 經常用的卡 大部份 都是用2.0 最多都是2.0卡 其實 為什麼會特別說 4.0 其實4.0 有另一個東西 就是它的讀卡器 讀卡器 其實我手上有 兩隻牌子 有一隻是家 一隻是公司 一隻是WISE 的4.0 另外一隻是 Proway 下一集可以和大家 再討論 Proway 亦可以一邊 討論不同 讀卡器 我現在用的情況 給大家看 討論 這隻WISE 的讀卡器 4.0 其實跟之前的 其實很相似 很相似 大家的設計 其實很相似 你說它有多快 我們不如一於 看看數據 始終都要 究竟是4.0 的讀卡器 加現在的4.0卡 或者是加現在 我們手上的2.0卡 例如我用其他牌子的卡 2.0卡 究竟的速度 大約是怎樣 給大家一個參考 也想說一說 其實 CF Express 4.0 跟USB 4.0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標準 因為 將卡的4.0 還卡的4.0 當然你可以放在 其他 舊的讀卡器上 即是讀2.0的讀卡器 是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跟回 2.0卡的速度 而USB 4.0 是在討論 傳輸介面 是4.0 大家可以看看 始終 4.0是一個新的技術 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無論你是 Thunderbolt 4 的介面 也好 USB的介面 也好 它都是通用的 亦是非常高速 所以這個介面 我是很喜歡的 我和大家試一下 HGA System的測試 之前設計的卡 也有看過 放在4.0的讀卡器 這張4.0的卡 它的最高速度 可以到達 讀取每秒 3530Mb 而寫入 就達到3310Mb 最高速度當然是快 我們先看看最低 因為最低的是比較重要 在1GB的測試中 它的速度就是這樣的 讀取最低 就達到2994Mb 也能保持到3GB的傳輸速度 而最低寫入是2739Mb 亦是非常高的數值 所以4.0的卡 本身是快 和4.0的讀卡器 都可以發揮到卡的能力 當然也要試一下 64GB的大大小的測試 讀取最高是3011Mb 而寫入是2715Mb 這個數值當然是最高的 和大家看看最低的數值 而最低的數值 讀取是2351Mb 而寫入是2064Mb 而寫入是2064Mb 成績都非常好 順手和大家試一下 究竟4.0卡 放在3.2 Gen 2的卡片 成績如何 在1GB的測試中 讀取是1044Mb 而寫入是1038Mb 也是接近它的理論速度 亦是看最低的速度 最低的寫入是884Mb 而讀取是892Mb 而64GB的測試 最高的寫入是8885Mb 讀取是888Mb 而最低的寫入是625Mb 寫入 讀取是633Mb 所以看到左邊的4.0卡 再加上4.0的讀卡器 的確比起右邊的成績 即使用3.2 真的相差很遠 如果大家需要搭量團取 或者趕時間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究竟有沒有需要 當然你不趕時間 當然你無所謂 其實大家看到數據 這個4.0卡 是快了很多的 亦是透過了4.0的讀卡器 真的超級快 超級快 比我現在剪片的SSD 但是 大家要記住 4.0卡固然快 但是 對於相機 或者對於機器來說 仍然是一種很新的標準 究竟 那部機器 能不能寫完 那張卡呢 又或者你是怎樣看 我不是 沒所謂 買定先 買定那張4.0 將來的機器支援4.0 就有4.0 OK的 沒問題的 如果你說 不好處都會有的 因為我也知道 有些品牌 它的4.0 是對某些機器兼容 會有些問題的 那我當然就 免得回答 因為其實 又不是一定的 卡問題 一定的部機問題 那就是 有些不知 應該有配搭 就會出些問題 所以呢 在4.0來說 老實說 都還有風險 但是 如果你買一些 大牌子的卡 又或者是 機器 其實就沒什麼大問題 只不過 某部分 小部分 出現的情況 都要跟大家去說一下 那 你說最重要的 影響 我覺得並不是 將4.0卡 放在相機 或者在影片機器裡 的影響 最大影響是 究竟 我好像剛才測試數據 我的4.0卡 和4.0卡的 卡位打 那個 發揮到 那個抄檔的 速度 有多大 那其實 大多數人 都未必 現在在這一刻 未必真的 買4.0卡 但是 為什麼我會特別 要講4.0卡的 卡位打 其實 我純粹真的想分享 老實說 沒有收到牌子的 純粹我想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有時候 我自己 我自己 就算不是工作 去旅行 我都喜歡 帶過4.0的 獨卡器去 為什麼 有時候 你去旅行 完了 你也想快點睡 你也想快點休息 那你快點抄完 那你快點睡 快點 搞定 可能你拍很少 可能是普通讀卡 都可以 但是 如果 現在不是很貴 我 我現在 忘記了多少錢 如果我在這裏 可以貼回 這個 現在Pyce.com的價錢 是4.0卡 給打 博當是 這次說YC 先放在這裏 那是多少錢 其實 我覺得 不是說差很遠 如果大家 在考慮一些 新的獨卡器 我覺得可以考慮 考慮4.0 就不要 當然 你想省錢 你可以買回 舊的3.2 3.1 問題 沒事的 省些錢是OK的 即是你能夠等 你能夠等 不買那些 按自己需要 但是 我又預算鬆一點 我又想快一點 那當然就買4.0了 只不過讓大家認識一下 原來現在有些這麼快的 所以就 認識一下 其實這條影片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很多觀眾 或者朋友 都有私下問我 買不得讀卡器好 新快 通常我都說 不用想 你有預算 一定是4.0 你沒有預算 但你說 是否 一定要買4.0 剛才所說 按自己需要 是真的 可能 我的PC 我的Mac 我真的不支援USB4 那 那就買回舊 沒所謂 但如果不是 想著 快要轉機 或者我手機都支援 那 那 那 我覺得 是有分別的 因為 大家可以看數據 其實它就算走回 舊款的2.0卡 都是很快的 因為 它可以突破了 那個 讀卡器的速度 其實 我今集 都說了很多 今集 就 先看看 分享 那麼多 因為其實 如果要說 當然還有很多故事 我以前 其實有很多 Funderbolt 3 這個標準 大家可以 先和大家 聊下去 再之後 再另一條影片 講 其他牌子的閃靈 或者標準 小小分享 就是 當大家 還在使用 USB 3.2 Gen1 Gen2 3.1 其實 那時候還有一個標準 如果大家 少少熟悉電腦 其實還有一個 Funderbolt 3 的標準 就是 前陣子 還未出現 USB 4 Funderbolt 4 還有Funderbolt 3 那時候 我以為 Funderbolt 3 其實是 2800Mbps 是它的 積極限 我以為 我買了 Funderbolt 3 的標準 原來不是 的 我這個 就是下一集 再跟大家講 我中招的經歷 然後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是不足 有些原因 然後 就 沒有辦法 都是這樣的 你買了幾個標準 都是這樣的 有限制 然後去到4.0 終於 有4.0 就出了 當然要用4.0 當然 舊的有舊的 有4.0 有4.0 就看看按照情況的需要 去使用 所以 就是剛才所說 按照情況的需要 如果大家 對 USB4 或者 Funderbolt 4 不是 Funderbolt 4 而是 USB4 有什麼意見 下面留言給我 對這個 就是 Type B Card 去到4.0 或者 現在新的 Type A Type A 都在 Type A 細小一點 大家會看到 A和 B 如果大家 對這些 有什麼 意見 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一起聊 沒有所謂的 我覺得 今天就先說到這裏 其實 如果你有興趣 它是 4.0 Card Vida Rise 是其中一個 可以選擇的 其他牌子 下一集 我會再說 其他牌子 因為 我今天 其實做完 回來 想到 立刻拍就立刻拍 所以看到 又是這個設定 因為這個設定 太方便了 一開機就立刻拍 我也會考慮多些 這樣拍 講一下配件 希望大家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他牌子的 4.0 Card Vida 其他牌子的 Thunderbolt 3 USB 3.2 總之那些 我都有在手 有些 中了招 有問題 中了招 下集跟大家再說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